大家好,我是勇敢的阿林,给你们报个平安 我现在已经安全抵达长春 现在就在我爱人的娘家 我是今天早晨五点半抵达的 从墨河到长春是1338公里 我历时15个小时 然后一口气抵达 你们别说我疲劳驾驶 因为车上有孕妇 然后各路呢,疫苗啊,什么扫码啊,防控啊 也不方便去住店 就一路开回来了 现在想来跟大家聊聊天 因为我是第一次当爸爸 按我这个年龄,30多岁快40了 很多人都已经要二胎三娃了 但是我才有第一个孩子 也充满了想象 也不知道自己的小孩会长得像谁 长得如何 闲着不了把很多我的小时候照片 跟孩子妈妈小时候照片翻出来 然后看看我的孩子 设想一下他会长什么样的 咱们来先看看孩子妈妈小时候的样子 孩子妈妈生下来的时候是挺胖的 这是84年8月15号 他六个月了 生日倒挺大的 这个是妈妈几岁我也不知道 反正已经有小姑娘的样子了 这是孩子妈妈的奶奶 这是孩子妈妈的妈妈 孩子妈妈奶奶 就是我媳妇她奶奶长得确实是 是个美人陪子 这是媳妇小时候卷毛 小虎牙 那个年代的影集就很有历史感 还是这种黑白照片的 现在都是数码相机了 或者是说电子版的 看着孩子妈妈小时候照片 这是五岁的时候 感觉颜值还行 是不是 这上面为了证明日期 还有挂历 哎呀 要是说 这张照片 看着挺洋气的 是不是 跟现在看的话 挺像的 这是孩子妈妈的爸爸 这种就有彩色照片了 其他公园的道具 小模特 这是孩子妈妈抱着 他叔叔家的妹妹 叫杨素 他叫杨标 哎呀 这就长大一点了 这应该上小学了吧 到这个时候 就有点变丑了 看到他们 这个 这个是 孩子妈妈 这是孩子 舅舅家的哥哥 跟姐 小孩 小时候 这就是 逐渐长大了 应该像初中了 逐渐变了 有点 来咱们看下一本 这时候应该是上初中的时候照片 也有高中的时候 这是孙悦 这是我们都是同学 我们俩是高中中学 我高中就在这个城市念的 好多记忆啊 这个是白杰 这就是孩子妈妈上高中的时候 这个是我们后来高中的时候 是大学还是高中 我忘了 然后我俩一起拍我的一组艺术照 多少有点艺术成分 但那时候我长的是这样的 比较瘦 怎么证明我比较瘦呢 我给你们看看 这会应该能感受得到 关键还要看那种 体现出我瘦的照片 是我的照片在哪呢 咱们从这种大影子里找一找一看 这应该算是我大学的时候 那时候还看着很高 是不是 那时候瘦啊 那时候好像有一百八九十斤 不像现在 现在太重了 看上去是比现在要瘦 我要找到一个能真正展现我瘦的地方 哦 这个就是 这是孩子妈妈上大学的时候 应该跟现在的尽道差不多了 满满的回忆 没有找到我的瘦的时候照片呢 找到一张我 这算是08年09年的时候照片 翻来翻去终于翻到一个 能展现出我那时候很瘦的照片 应该不叫瘦 我这骨子的血里就是很壮 还是比较 比现在比是轻瘦很多呀 很薄 这是我上大学的时候 这个在打篮球 就是孩子妈妈上大学 在本期视频的最后 我在手机里找到了我的小手一张照片 放上去给你们看一看 然后也不知道我的孩子生出了 会长得像我还长得像他 有点不错 在这边 我找到我的小手一的地方 我会长得很丝 对那点 在这边 我给你一些小手一的地方 我带你一下